1999年11月2日 西安东北郊的某专厂在推土作业时 发现了219枚金灿灿的金饼 经过专家鉴定 这些金饼是汉代的黄金币 每枚约为汉代一金左右的重量 这219枚金饼大约折合人民币1000万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汉代黄金币在这里出现呢 根据对出土金饼的两个土坑的研究 这一批金饼极有可能是教学储存 临时存放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不是战争和帝国灭亡等太大的受惑 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会将一大批黄金埋藏荒野 翻阅史书我们发现 西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 而到了西汉后期 王莽建立新朝 继承了汉武帝以后六代西汉帝国的积蓄 宫中所有的黄金都掌握在了王莽手中 此外 他还实行货币改革 下达了列侯以下不得携黄金 民间黄金上收国有的命令 于是短短几年间 王莽的朝廷黄金储备量大到惊人 宫内的黄金储存量就有六十亏 一亏在当时是一万斤 再加上宫外储存的黄金 大约一共七十万斤 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七十吨 折合人民币一百三十六亿 但是好景不长 王莽的改革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 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 公元二十三年 各路起义军直逼长安 王莽死于战乱之中 王莽被杀后 国库中的黄金曾散失明天 所以这批金饼应该是战乱时期 有人临时埋藏一次 但根据当时巨大的储存量 散失的金饼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新朝囤积的大量黄金又去了哪里呢 两千多年来 王莽宝藏留下了无尽的猜测和争论 有人说黄金用在了塑造佛像金身上 也有人说银贸易逆差 而被与中国通商的西域客商换走了 但不管这批黄金的用途是什么 后市只要有人大量使用黄金 必定会引起轰动 于是此后历朝历代 多以白银流通 再也没有大批黄金出现过 西安发现的219枚金饼 只是拉开了寻找西汉黄金的冰山一角 不久前张献中的陈吟已被发掘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往往遗留下来的巨额黄金 也将会重见天日 2001年 广东乐昌山区遭遇暴雨袭击 洪水从山庙附近冲出石金古代银锭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惑 这里为什么会埋了这么多银锭呢 这是古代赫赫有名的闯王李自成偷藏的财宝 这批宝藏的总价值大约300亿人民币 李自成的财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他当年在故宫到底带走了什么 微信搜索看见 回复李自成 你就知道了